設計喔 在雷切的方面 尤其是樹根鍵的話 我可以增加它的強度 就是說我多一鍵給它塞下去 啊你現在怎麼塞不下去 第一個你被不要擰了 第二個咧 有一個方法 沙子 我連沙子都帶來了 我們把沙子 沙子也發給你們好了 反正沙子也很豐盛 因為很燙 五片七塊錢 我可以試好幾十片 所以不錯邊 會不會響 是這個錯邊還是這個錯邊 這個錯邊 因為這個會解釋葉片是這樣還是這樣 好 自己拿那個沙子 然後待會你用太棒膠 你看這個都有扣鍵 這樣扣上去就好了 你稍微黏一下 然後第二鍵就這樣 四片黏好 黏是黏那個膠接觸啊 我跟你講 黏的時候黏凹下去的地方 你只要看它凹下去就塗膠了 這個一樣啊 只要凹下去就塗膠 它竹血都剛好 你看 它就黏住了 你只要黏幾個點就好了啦 因為我的設計應該是很結實的啦 這個你不黏 你看喔 葉片也是很直的 你怕它歪掉 如果說你覺得鬆有個方法 像說塞不下去 因為我那個距離都剛好抓到足準的 那會決定在木頭的厚度 你把它抹一個斜角 抹斜角之後 塞就塞得下去了 在前面敲 我們放在這邊 敲下去 這樣還照好就不行 因為我們就給它塞了一片 這樣很像 它會增加大強度 這樣葉片完全不會弄 這樣才會牢固 所以請各位把這四片給先裝